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否被专案组掌握 尚不得而知 但他亮底牌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自己的死刑 如果真是应江泽民要求 习近平同意给徐才厚停要让其死亡 那么内幕透出的另外一个重要信息是 江泽民和习近平之间 没有某些媒体所传的那样敌对 如果习近平真的要打击江泽民 徐才厚的存在对江泽民是最知名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徐才厚被抓和死亡的全过程 2013年3月初 徐才厚缺席两会 外界开始流传徐才厚设古军商案被双规的消息 2013年3月28日 军网发文提及徐才厚被视为是辟谣 当时 军网披露 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 日前为中国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的专注 从这里走向战场做去 那是徐才厚被传授查几个月后 首次在中国官方媒体再度亮相 2013年4月10日 博讯独家披露 徐才厚在两会后即被软禁 同时 他被诊断出患膀胱癌 在软禁中入住301医院做了手术 但手术不成功 目前仍在接受治疗 博讯还报道 古军山交代出 徐才厚收受大笔贿赂 出卖军中职务的问题 将军头衔亦可交易 2013年9月30日 徐才厚出席国务院国庆招待晚会 与另外两名前副主席郭伯雄 池浩田 以及前政治局委员王乐泉同桌 央视画面上 徐才厚满头白发 2014年1月20日 央视上徐才厚再度亮相 报道称 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 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随同习近平出席的有 范长龙 徐启亮 张万年 郭伯雄 徐才厚 长万泉 防风辉等 之后 有媒体再次发出徐才厚已经安全落地的错误信息 2014年3月1日 博讯网发布署名空军西郊机场几名机组工作人员的举报信 其中指出徐才厚在海外藏有惊人的巨额黑钱 2013年 徐妻特派一嫡系亲属 21岁的赵姓女子 以无业人员身份持双城证赴港 代表徐家处理在港多家银行八个账户中的100亿港元 这个赵姓女子被香港金融监管机构发现后 移送司法部门再压半年候审 最近弃保释金3000万港币逃跑 目前 香港警方已经发出拘捕令 缉拿赵姓女子 此事详情 同年2月20日香港明报则以 《神秘女社在港洗百亿黑钱气保3000万潜逃》为题 做了详细报道 2014年3月15日 明镜网披露徐才厚和家人一起被抓 南华早报后来披露 徐才厚15日 被十几个武警从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病床上带走 进行双规 同一天 他的妻子女儿和私人秘书也被带走 博讯在3月20日报道 徐才厚从双规到露面 接着又被禁锢 可能与博讯网3月1日发布的举报信有关 2014年4月 传徐才厚在医院去世 博讯随即发出更正报道指出 徐才厚有自杀未遂行为 并怀疑有人协助自杀 2014年6月30日 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6月30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听取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对徐才厚严重伪计案的审查报告 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 决定给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 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 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徐才厚一直被指 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关系密切 是政治盟友 博讯等外媒更有报道称 徐才厚涉及周永康策划的政变计划 2014年9月9日 博讯报道徐才厚审讯中不断犯病 除了癌症还有其他并发症 因此他频繁到不同专科医院就医 2014年10月28日 军网报道 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侦查 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 就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相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其中 他透露徐才厚患膀胱癌 并正在积极治疗 这是官方首次证实徐才厚的病情 2015年3月16日 新华社宣布 在2015年3月15日 徐才厚因膀胱癌末期 全身多发转移 多器官功能衰竭 医治无效在医院死亡 路透社指 徐才厚之死 让中国避免一起尴尬的审判 否则 诸多高层机密恐暴光 解放军报称 他的一生是可悲可耻的一生 并宣誓持续打探基调 所谓人死账不销 反腐步不停 徐才厚从一个 懦弱而遵纪守法的基层干部 成为富可敌国的军委副主席 刘亚洲上将 在2016年7月 国防大学的讲话中 描述了徐才厚变坏的过程 刘亚洲称 徐才厚开始非常谨慎怕事 但后来逐渐腐化 他说 徐才厚是在古俊山 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下投降 刘亚洲说 古俊山给徐才厚 献了女歌星 女演员 女服务员 这还不算 居然把自己的女儿 也献给了徐才厚 徐才厚被抓后 传他家里超出数亿现金 和大量古董珠宝 后有报道称 徐才厚家的古董 和名人字画多数是赝品 本社了解 徐才厚这些贡品极少有假 其实是办案人员调包 据为己有 所谓徐才厚藏品 多为赝品的报道 正是掩盖这些罪行的假消息 由此可见 徐才厚们的腐化 绝非由古俊山们的诱惑而起 在绝对权力下 必然产生绝对腐败 反腐败组人员也不例外 感谢收看本期博文焦点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